在经过了一场雨雪的洗礼之后 昨天雪后的沈阳城是晴空如洗 奋外妖娆 明明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 把大家运动健身的热情都调动了起来 看浑河边河公园里 很多市民都走出了家门 沐浴着冬日暖阳 尽享运动的快乐 经过昨晚的一场降雪之后 今天沈阳的空气是格外的清新 我们现在来到就是沈水湾公园 望远望去 远处是碧波大漾的河水 耳边响起了鸟鸣声 像这么好的天气 很多运动爱好者自然不会错过 他们纷纷来到户外健身锻炼 跟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虽然当天的户外温度有点低 但却阻挡不住大家锻炼的脚步 下一枚是位运动达人 夏练三福 冬练三九 沈水湾公园里一年到头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环华为工人的吉尺清扫为公园带来了干净整洁的路面 不少市民选择了骑行的锻炼方式 骑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 风雨不握 进费能力特殊好 比以前都好 因为它下雨 空气啥都没有什么乌眼 啥乌眼没有 换着冬日暖阳缓缓升起 温度逐渐攀升 来户外健身的人也越来越多 健身操 慢跑 散步 广大市民尽享运动快乐 专业人士提醒 冬季气温低 爆发性的无氧运动容易引起身体不适 甚至造成运动伤害 所以健身时一定要选择动作幅度较小 热量消耗较大的有氧运动 同时还要注意保暖 避免对心脑血管造成伤害 最主要就是保暖 把保暖措施做好了 适当的锻炼 是对人身体比较好的